有個都市傳說 相傳你只要開啟國軍教招網站 輸入你的查詢資料 就有可能從查詢變成報名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來實測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Jerry 我吐吐到現在大概已經超過半年以上了 大家都知道 現在當四個月你們一定會說 唉現在當四個月爽冰啦 那既然是這樣 好啊 那我就簽他去給你們看 給他一張志願留音表 叫他馬上填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到了國軍 醫院這邊 來檢查一下 目前已經退伍之後 身體狀況還適不適合 加入國軍行列吧 不然現在經濟那麼不景氣 你看工作那麼難找 你的收入來源就是你需要一直去擔心他 或許加入國軍為國家服務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啊 而且現在加入國軍有非常多班隊可以選擇 不管是軍官政績班還是士官班 甚至你想找家裡附近的營區 都有很多選擇供你做挑選 當然去醫院之前 還是要先上網 填表預約一下 所以我們先來到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然後 這邊預約體檢 點開 第一次加入的話密碼其實是使用一些 它上面說明的方式 你就可以登入囉 好所以登入完之後 這邊就可以有預約體檢的按鈕 然後它這邊有說明 那我們就來預約體檢一下 然後這邊它有跟你講要輸入一些 報名需要的資料 還有選擇班隊 最後還要記得上傳你的照片 那我們就來輸入我們的報名資料 報名的是 志願意軍官班 對 沒錯 我最近想去當你的軍官 它這邊有指定的醫院 你一定要選擇指定醫院才有辦法做體檢 不是你一個人到醫院說 我要去山下國軍報名體檢 那醫院才不會理你 所以記得要選 好 那我們都輸入差不多了 我們就送出資料 我們就送出資料 預約明天早上 好 那它就出現預約體檢成功 那我們 就來去體檢吧 誒 現在醫院不能拍攝啦 好啦 不然我就在家來告訴你們 我剛剛去體檢的哪些內容吧 參加醫院體檢你只需要經過 身高體重血壓驗血驗尿 牙科新認圖自知聽力 眼科色盲精神科X光 就可以囉 我對於我的體格呢 一向是非常有自信的 相信我的體格一定完全能符合 待會兒的檢測標準 那我們就五天後來看報告啦 我對於我的體格一向是非常有自信的 我的體檢報告 果然符合啊 還好沒有枉費我在前幾天在家裡 每天特訓 就是為了這個體檢報告做準備 慶祝我的體檢通過呢 下禮拜我決定 再把我的自信承認過程拍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禮拜我去考自信承認的過程喔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我們下禮拜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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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醫院體檢 只需要經過 身高 體重 血壓 驗 血 驗 尿 心電圖 X光 好 第二發生很難 我自己